主席 主席 有请我们蒋部长答询 蒋部长 林文元早 部长早 谢谢 在今年这个会期的教育部业务报告 我有咨询 高教这个 这个评鉴中心 是 基金会跟相关的评鉴制度 是 那教育部也在最近啊 送来的这个 一个你们自我评估啊 对 成果的报告 是 因为今天很多的大学校长都在现场 是 本人认为 其实最需要被评鉴的是这个 评鉴中心啊 因为他的角色 跟他的功能啊 其实在发展的过程里面 并没有办法达到原先 所预期啊 对大专院校 真正的啦 做一个 协助 评鉴原来是一个很好的事情 可是当然在执行上也出了一些状况 就是说原来我们订了一些指标 这些指标应该是基本门槛 可是大家都把指标当作追求卓越的思考 所以造成变成大家都一窝蜂的做同样的事情 那这个其实是一个不利的发展 所以我特别跟委员报告 我们也开始就是邀请鼎大的学校 跟焦灼的学校 先优先让他们用自评的方式 也就在一个学校 这个比例现在有多高 有没有目标 这个现在是这样子 三年内的目标 十二所的鼎大 已经有十所提proposal上来了 那有两所会到三月会再提进来 三十四所焦灼的学校 我们也要在这一年之内完成 全部请他们提一个proposal 审查通过以后 未来就用自评的方式 我们进一步会再看 技职体系的焦灼的 跟其他的相关的学校 我希望是说未来是用一个发展特色 各个学校都用自评 比较用自评的方式 譬如就是以台大为例 他可能全世界去找好的人来做评鉴 我们很乐见嘛 其实常常可以从他评鉴委员的名单 一看 其实就知道他是不是用心 所以说这个部分 我想未来的作为上 会以自评为主要的作为 所以部长也看到制度产生了一些 我们讲的 负面的效应 有一些不利的效应产生 所以也在制度上 就是做的 我们愿意调整 然后让他更发挥成效 我要进步问 你有没有一个目标 是 比如说 三年内 希望这个制评的比例 是达到多少 我们现在希望至少 有六十几所的交着 跟这个交着 大概五十所左右 跟这个十二所的鼎大 这六十二所应该是在一年之内 一两次 讲一年也许快了一点 两年之内全部制评 至于其他的学校 我们会尊重他们 一根据各个学校的发展 提proposal 我们也愿意经过审核以后来做 那长期的发展就是未来 就是以一个以制评的方式来做作为 可是当然我们中后段的学校 是不是完全可以依赖他自己就制评就能 就能做好 我们还是需要做进一步的观察 就是跟努力 因为随着少子化 包括大学可能整病 或有一些 比较困难的可能要转型 甚至要退场机制 这应该一并的来 这个推动 所以也就是随着时代的转变 这个评鉴中心的定位 我们现在最近也正在讨论 我们最近其实前两天 我才跟董事长 郑董事长谈过 我们工作圈会积极的针对 他们未来的定位 会有一些讨论 因为今天是审查总预算 是大体的一个质询 是 所以我觉得说 那教育部应该反映在 把这个评鉴中心的预算删减啊 既然他不用那么辛苦的去评 那预算还是编列一亿耶 今年我们减列了减列了一千万 接近一千万啊 九百万的已经减列了啊 那当然我们也正在 刚才跟您特别报告 我们正在思考 就是说未来高教评鉴中心 它实际的真正的定位 到底做哪一些啊 那这些我们正在努力的进行 所以说预算没有办法一下马上删那么快 可是如果他有结余 我们在新年度的预算 你至少配合你希望增加制评的一个比例嘛 是 你应该有相对这个平坚中心 对 角色调整预算啊 也应该要反映啊 对 所以如果你们教育部 不愿意自己比较大刀阔斧啊 我们立法院会帮你完成这个任务 其实他是这样子 他也不是一年就把所有学校要评完 其实我们都是四年一个cycle 所以说他其实没有马上减到 所有的学校 减到一定的比例而已 部长给我一个齁 是 就是未来三年 是 有关于你平坚中心的功能 角色有些改变嘛 你必须反映在预算 然后你逐年 不然我跟你保证啦齁 我们教育委员会的委员 其他议题可能共识不高啊 是 这一项啊 我们一连署齁 跨党派就过 我认为预算齁 这个一亿大概 我们来努力 我们来努力 尽快的三年之内的整个进程 相关的配套 然后这个我们提一个书面 给你好吗 在你提出来之前 我会 呃 来提案冻结齁 啊 评鉴中心的预算 当然有些基本的齁 我觉得冻结一部分啦 如果你要冻结 冻结一部分啦 不要全面冻结 他还是持续要做运作啦 好不好 好 好 这个 既然部长这么有诚意要提出一个三年嘛 对不对 至少说你的角色 随着调整 我们已经 我们已经正在进行了 所以说我才很愿意的说我们愿意这样做 本来就是这个正在进行中的事情 好的 谢谢 那因为今天很多大学校长到场 我想大家都很关心这个繁星计划 是 那部长你可不可以重述一下明年跟 啊 这个五年后啊 啊 这个总体目标是多少 我想这样子啊 环兴计划我想整个overall的思考 我希望就是说我们在推12年国教啊 其实我们也希望就有一些小孩子 甚至一些偏乡的小孩啊 不必然有有这种弱势啦 所以说我想我们具体想要做的努力 是在今年就希望 基本上至少鼎大的学校 我们希望它能够10% 国立大学costable希望10% 那这个做到 然后在106年啊 我们希望逐年检讨 当然看 因为每个学校还是办学自主嘛 我们希望是能够达到15% 15% 因为再超过15% 可能就牵涉公平性 牵涉其他的一些讨论 就变得更复杂了 所以我说我们会逐年检讨 在106年 也就是12年国教现在启动的第一届 他要入大学那一年的时候 我希望至少我们鼎大的学校 基本15% 当然每个学校现在意见不完全一样啦 不过有几个学校已经接近15% 中大就已经超过15%了 清华已经15% 可是今年又回来一点点 也是接近15% 所以我是希望说 15%当然是106年 你的一个总体的目标嘛 我们希望大概做到 能够搭配 可是对于像中央大学 或我比如说像中芯大学 你这个是繁星啦 我先前也跟教育部反映过 中芯也13.5%了 在今年 事实上他们可以认为还更高 而且我认为这个繁星计划 也是少数教育部推动的政策 跨越政党轮替 我是不是 我是不是跟委员做个报告 好 这些学校特别真的已经很理想的数字了 台师大13.3 这个阳明大学 中央大学16.5 交通大学14.1 清华大学14.8 然后中芯大学13.5 其实几乎所有学校大概都10以上了啦 都达到目标 有两所还需要再做一点努力 不过我也很接近了啦 我知道说15是一个目标嘛 我觉得说有一些中南部的国立大学 如果他愿意承担起更大对于促进 拉近这个区域发展的这个差距 然后愿意 当然要符合公平性 对 可是他必然的会很多在地的 比如说在中芯大学 他在台中可能南投 是 彰化 是 这一种可能不一定有能力到台北去念书的 我是觉得15是一个原则啦 是 我觉得对于如果有一些大学在公平性的原则之下 我觉得提出这样的一个方案啦 教育部应该踩正面肯定 甚至肯定 是是是 我想我们会鼓励这个鼓励让它发生 我们会用鼓励的一些措施 让这个事情 当然还是尊重每个学校最后的决定 可是会鼓励让它发生 有少数学校已经超过15了 那当然再再多的时候也必须很谨慎的来看啦 所以你不要因为中央大学现在超过15 你要把它减少啊 我不会 他不会减少 他16.5他就维持 我相信他至少就维持16.5 我们校长也在现场嘛 李校长也在现场 我相信他应该会承诺 至少维持这个水准吧 不会再 不会减少了 你是指中央还是指中央 中央应该不会 然后 李德财李校长 我相信我也跟他谈过 我相信他也从13.5 应该会再有努力的目标往上去做吧 我们很重视中心大学 是我们中部六线市的火车头大学啊 他来领头羊带动齁 我是觉得 这个跟十二年国教未来衔接上来 是 这整个教育改革 我们就觉得有比较 要衔接啦 就是说十二年国教的理念要跟大学之间要有互动 才能产生更好 最后一个问题我想问部长齁 是 我在上会期就咨询 我同意你 上会期的 业务报告提到说 我们教育资源 跟学费 的这样的一个政策 是有 反重分配 是 反重分配 各位我讲啊 简单的白话文就叫 截屏继父啦 呃 没有让弱势的持续有好的发展 我跟你讲一个数字嘛 是 我本身也是很多朋友都军公教 但是 每一年花七十五亿左右 去补助军公教子弟啊 在教育 的费用 所以我 没有说那时候要把它删掉 我认为说你要提出 比如说我提出教育券 我提出一些政策 是 你必须要有效的 其实 让那些弱势的家庭喔 能够在教育资源上 不会被 牺牲掉 可是我很失望 在这一世的总预算 我看不到 教育部有 其实 有反应在预算 我跟委员做报告 其实啊 我们其实在年底 我们已经破面试嘛 在年底之前 最近这个小组 也来跟我做报告了 我们会很明确的 能够在年底之前 提出一个未来学会政策 我们也希望能够看到 这种M型化的这个发展 能够疏解啊 这个是很明确的 一定提出来 我在会议上也特别跟他们谈 就是说 一定要解决 优先来解决 反重分配的这个问题 这是我们第一要务 其他的所有的相关配套 都还次要 这种让这个弱势的小孩 的小孩 能够更有机会 这个是一个 我想是一个大家都认为 是应该是关注 而且努力要做的 这个我跟你保证 年底提出来的这个政策里面 一定一定 可以看到这个 反重分配的疏解的作为 可是我想哦 你跟我保证暑假 要约我喝茶 喝咖啡 聊一下 学费跟那个 比如说教育券 或其他的政策 我等到现在都已经 慧琪开始 都没有等到 我们今天晚上不知道 委员有没有时间 如果咨询 没有太晚结束的话 我就请您喝咖啡 好不好 我把其他事情 先把它缓掉 是 我去你那边喝也可以啦 因为教育部 其实旁边就有一个 不错的 那个福利策类式啦 对对对 可以可以啊 我很关心这个 贫护差距哦 好 那我举一个例子哦 其实最近在吵 军工教劳保的问题啦 国民年金的问题等等 是 部长你觉得说 支领月退休金的 学校教职员 指你教育补助费啊 已经退休的 你说退休 我想这个 这个应该这样看啊 凡事都是行李法 如果语法 他原来在那个时候的 规范是这样子 我们应该予尊重 可是与实际俱进哦 我们也愿意的 在这个时间点上 大家共同的来做思考 所以行政院 针对这个事情 部长 我指的很特定 我不是指的75亿啦 我举一个例子 就是说 这个101年跟102年 大概 4300万元啦 我说 他都已经 支领月退休 你也不想要 你还不想要 我说 他在这个事情 都没有 你还不想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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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说 你还不想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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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